網友超愛研發新詞彙 一堆有看沒有懂的代號用語 常讓人忍不住懷疑自己老了嗎? 今天要帶大家瞧瞧被網友頻繁使用爆紅的網路用語有哪些 看看你能夠知道幾個 順便更新一下自己的詞彙庫 是在hello 就是近來最常出現在社群媒體的用語 讓許多網友崩潰表示 到底是在跟誰打招呼啦 其實這句話是指當你看到讓人傻眼不解的事物的時候 想說是在幹嘛的意思 而概念呢是來自於美式用語 當有人說出或是做出讓人疑惑的行為舉動的時候 都會用hello,excuse me來表達你在幹嘛 那下面我們就來示範這句話到底可以怎麼使用 看又是韓國語 hello寶貝 寶貝 你看那邊有螞蟻啦 是在hello os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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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你想要表達的語氣還可以寫成 osso 這個鍋呢指的不是姓氏而是關我的連讀音 不是那個關我,是關我什麼事的關我 試著把它唸快一點 關我 就會變成了鍋 那最常見的用法就是鍋屁事 只打一個鍋字就可以取大關我屁事四個字 那下面我們一樣來看看怎麼使用 欸Max,你看我的心曖昧對象,你不覺得他很帥嗎 鍋 你看一下啦 鍋 看我的頭是很可愛吧 鍋 嗯,看啦 鍋 欸欸欸,我們來拍照,快點 鍋 你看鏡頭啦 鍋 你笑一下啦 鍋 我真的誤以為是成語的與女無瓜 當你認真想要探究背後的意義的時候 其實它只是與你無關的發音不標準版 但我個人覺得其實與女無瓜很難唸耶 除了這些生活相關的網路流行語 政治議題也是網路討論大熱門 且另類代稱使用更為頻繁 其中最基本的就是國民兩黨支持者的代號 1450,它指的是泛綠陣營的網軍 那這個出處是來自於農委會先前被爆料 列了1450萬元的預算招募圖文小編 被質疑洋網軍 689,它指泛藍的支持者 2012年馬英九以689萬當選 所以鄉民便演689來嘲諷馬政府的支持者 後來更進一步代指泛藍支持者 結果蔡英文政府在2016年大選的時候 也同樣贏得689萬票 所以為了區分 網路上就會以6892.0、T689等方式 另外指涉泛綠支持者 那除了上面比較常見的代號 7.77也是用來形容民進黨和蔡政府的支持者 9.2呢則是形容泛藍的死忠支持者 這些數字用把尖跟民調有相關 說到最新流行的政治網路用語呢 就屬 芒果乾了 芒果乾呢它通常是用來嘲諷整天擔心國家要滅亡的人 因為芒果因似亡國 但它的用法其實相當多元 有的時候是指涉操弄特殊意識形態 那有時候又是 再轉彎的代號 那最近還多了一個 吳哥窟 被列入民進黨不分區名單的前新政院長游錫坤 常被網民暱稱為方方土或是水牛柏 另外也是因為不分區名單最近很紅的邱毅 在鄉民綽號版上最常被提及的就是和頭髮有關的 一如絲把迫害絲把不公 最後一個呢 則是眼寬恆 通常我們都會先想到 蕭波快 因為案子會有人不明所以的消失 可是最近呢 他跟朱立倫深情對唱了情歌 而有了最新代號 只要在網路上輸入聽海哭的聲音 你就會先發現最先顯示的竟然就是眼寬恆 那如果還有其他你覺得更有趣更天馬 星空的網路用語也歡迎你在底下留言分享